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过去五年中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但未来仍任重道远 如何应对下一阶段的生态环境保护挑战 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近日中心社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 我是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做这方面研究的 所以在这方面感触可能要深一些 总结起来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新时代十年 就是生态环境保护认识最深 力度是最大的 举措是最实的 成效是最显著的 这么一个十年 我们从老百姓感受的环境的幸福感 从环境质量改善的幅度层面上来说 全国重点城市 过去十年PM2.5的年间浓度下降了57% 可以说在过去十年是全球空气质量改善幅度 最快的一个国家 大江大河的水环境质量 总体上来说我们从物理化学指标来看 它是接近于中等发达国家 水环境质量这么一个水平就是 这是我们觉得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理解就是说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因为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还是处于一个压力 迪加着负重前行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还是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 我理解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就说引起生态环境问题的 这种结构性矛盾的问题 还是依然突出的 产业结构偏重 能源结构偏媒 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 全球环境治理 这些问题都是交织在一起 统筹发展与保护的难度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在加大 第二个方面 这些生态环境改善的问题 主要还是传统的环境问题 那么改善的基础 也不太稳固 你比如说我们说 在我们业界里面 像持久性的有机污染 泡泡石 正在出现的一些新的污染 地下水的污染 土壤的污染 微塑料的污染 这些问题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 没有全面的纳入到我们现在的控制范畴里面 那么比如说传统的环境问题 空气质量 总体上来说 我们受气象的条件影响大 黑臭水体从根本上消除 还是有一些难度 那么生态迫害的问题 虽然说我们把生态保护力度很大 但是旅游发生 比如说居民区旁边的 噪声 油烟 恶臭 等等这些环境问题 跟老百姓这种环境获得感 非常相关的这些问题 第三个层面上是表现在 应对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博弈的任务 非常艰巨 大家知道国际上环境问题 这个政治化趋势不断地加强 像气候变化 生活多数性保护等工业的谈判 都是非常激烈的 第四个层面上 表现在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这方面 还有待提升 跟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 跟发达国家他们相比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监测 这个层面上 它的这个指标 人家方法体系各方面 那么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建设 有很大的进展 但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空间 还是我们基层的环境保护 包括执法能力 监测能力这方面 都是有待加强的 所以今天政府工作报告里面 在这方面做到一些部署 强调要推动发展方式的 预设转型 把这个产业结构调整 环境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修复 应对气候变 这几个重大的任务要统筹起来 协同推进 降碳 简物 扩略 增长 中国时代现代化 是不同于西方意义的现代化 我们的这个现代化 是不可能通过这种 世界性的资源的掠夺 跟环境破坏取得的 我们去看这个西方国家过去 比如说一二百年 整个工业化过来的进程 它在这个传统的能源消耗 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消耗 所产生的二氧化态排放 温色气体排放 它的累积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的现代化 必须是能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必须是美丽的 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 这些科学论断 其实我理解 包含了一个很深的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美好的生态环境产品 是跟我们富裕水平 是互相包含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 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之后 它必然对良好的生态环境产品 有一个需求 从产业角度来说 一方面通过生态产品 大量的生产 让这个农民啊 牧民啊 林民啊 它从这个里面得到效益 是吧 它就为它的富裕 能创造一定的基础 同时这些产品 提供给什么这个 我们城市居民啊 或者收入高的这些居民 反过来 它也可以为这些生态产品生产 提供一定的补偿 我们叫生态环境补偿 就是我们现在 像东部地区已经在实践了 你去浙江去看的话 在它的共同富裕实践里面 把生态环境产品的这种需求 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 提供这个生态产品的地区 跟生态产品需求 比较高的地区 怎么之间达成一个平衡 这个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实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